我沒有支持小三 但是我支持小三做對的事情 你是如今唯一一個 可以擊敗他們家的人 公媽保死 誰的公媽保死 張映穎不帥張藍馬 龐龊開死亡小飛全家 誰接觸他誰瘋 我要是哭不學了 以後弄得八大領下 哎呀 不愧是排公平劇 No.1的國家 但汪小飛這出更新的比誰都快 現在還從國際戰線回到牆內戰爭 贏贏不帥氣的都來看看 贏贏不帥氣的都來看看 贏贏出什麼事 張映穎16號在微博撥文 謝謝你懦弱的愛 我不堪重負 好好聽你媽媽的話吧 張映穎透露自己說了無數次的分手 因為汪小飛情緒真的很不可控 很恐怖 澄清從沒抱過汪小飛任何料 而且分手沒要一分錢 當然則是先後搶張映穎 新雞女我出 被當夾心餅乾的汪小飛 16號下午還被發現 在張昂直播間直接開給我別例人設了 無所謂 誰會在乎誰 張映穎也公開汪小飛喝醉後 不斷透過語音訊息求婚 這件事對不起你 你過來找我 咱聊本話說清楚了 今天打算求婚 但是明天才有大賺酒 你是我唯一的寶寶咱結婚了 結婚了就結婚了 生孩子生你媽 生你媽好幾個孩子 我接受不了你跟別人好 我操 是的原來傳人驚汪小飛 一言不合就想來個蹦蹦 小編第一次看到用生小孩餵流樹 要不要乾脆直接公布直播新產品咧 可以到我的直播間去下單 今天我看到了她 是有勇氣要跳出來了 那給她加把勁啊 我期待那個劇情是到我的下巴走的 所以我給她一個掌聲 我希望她繼續站出來 去主持這個陣營的公道 我要先澄清一件事情 我沒有支持小三 但是我支持小三做對的事情 因為講白的 今天她敢爆料她 她也承認自己看錯人 就這麼簡單 我就是支持她 她要用證據說話 你是如今唯一一個可以擊敗他們家的人 因為他們家太多太多的不實的謊言一大堆 真的太多了 承諾都沒有達到 做生意一天到晚的被告 跟我們溝通來講的話 那你連記者都敢騙了 所有東西都會有結果的 時日時間還沒有到 所以大家真的是商案勿招 讓子彈飛的這個電影裡面 你們覺得現場夫人角色是誰 就這寶媽把她給傷害了